欲金香汇率法师开示 既得学吃亏,你就学会了一切 人家欲伤害你,欲侮辱你,你欲忍得住 既得,你的莲花欲大 恨,是世界上最愚痴的行为 修行人要有 把是非恩怨明天睡醒一笔勾销的功夫 没有这种功夫永远不能见性 我们要了解,恨,是世界上最愚痴的行为 修行必须要抹去心中所有的恨 要以一颗怜悯的心对待众生 人一愤怒,心就产生毒素 仇恨会蒙蔽理性 延伸无止境的报复 在记忆的深处 你的心灵会一次次被割伤 只有原谅与宽恕 才是疗伤止痛最佳良药 才会让你超凡入圣 这是永恒的真理 如果你不懂得放下重重仇恨 那模拟的修行就失败 人如果心中有恨 就像被钢索绑住那样凄惨 若不及时修正 就无法往生 难无阿弥陀佛双手合十的人 我会让你更加重重仇恨 你不懂得放下重仇恨